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有一些funky的元素在里面的歌曲 其实我觉得都还蛮有意思的 希望能赶快跟大家见面吧 真挚 真心 真诚 没有 就是那个为了演唱会 然后发色一直没有坏 因为一直染色对头皮不大好 我其实最喜欢的还是黑头发 做音乐人的困惑挑战 这个作为音乐人的困惑挑战其实有很多 别人跟我打招呼的时候 张一熙你好 我真的是你忠实粉丝 那个极限挑战 那其实希望用更多的时间才投入到一个板块 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 我是一个音乐人 我是一个歌手 其实我设计衣服比较喜欢简单一点的感觉 因为我做音乐也是有 我提倡说Less is more 不需要太多的轨道太华丽的东西 主要是能够把信息传递的更加准确 对就是不管是做音乐创作也好 还是做衣服服装设计也好 还是各种各样的设计也好 都是创造的过程 每一次当看到我自己音乐 从什么都没有 一点点建立起来 然后服装设计师在一件衣服上面 天马行空勾勒出各种各样的 不一样的图案跟设计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 所以因为我就会亲切把我的专辑 形容成一胎二胎三胎 就像一个妈妈在孕育自己的孩子的一个过程一样 这个很难说 看什么样的服装的板子吧 其实H&M这次合作我觉得就是 少就是多的这个概念 其实是在这个设计款里面体现 其实不需要太多东西 但是把我们想要体现的Grand Line 大航海的这个概念给大家写出来 然后也不需要把logo打特别大 就是适宜就好 包 帽子 鞋子 因为以前穿的牛穿的特别多 最近还是想脚踏实地摩发展的实现以前的年少轻狂的时候说出来的那个带领华音乐走向世界的这个目标吧 其实我觉得我就是在做一个我艺人本质的工作 我应该做的事情 那我要说的是还是我的背后的团队吧 我所有的包括我的导演 我的所有的producer team 还有我的编舞老师 包括我所有的Vocal老师 舞蹈老师 各种各样的人 包括我的工作室的 宣传的 不 我工作室所有的工作人员 还有 对 所谓一心娱乐的所谓员工 一起来 帮我 走好我的每一步 所以 其实 对我来说 我只是做了我的本职工作而已 主要还是有 团队的力量 其实创作过程我觉得有机会可以这么来做一次 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自拍的人 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可能让别人来记录一下我的生活之类的 有这个构思 那希望有机会来做一个这么有趣的实演